不过我告诉你,这种一夫多妻的制度迟早会消亡,因为在千年之后,社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,到了那时候流行的都是一夫一妻制度,也只有这样的制度对男女来说才公平。 王妃,你又是怎么知道的?这是真的吗? 我是从书上看来的,不过,你不觉得一夫一妻的制度比现在的制度好吗? 当然好啊,只是,我简直不敢想象,居然会有这么好的制度。 说不定啊,咱们的社会继续发展下去,早晚有一天会实现呢。 那你,到底喜欢哪种制度啊? 当然是一夫一妻了,一个丈夫只娶一个妻子才公平,我可不想跟别人分享一个男人。 王妃,对不起,你看我真是自私,事情落到我头上,我就接受不了了。 可我当时却对王爷产生了非分之想,根本没有体会过你的心情。 现在我终于懂了,没有人愿意和别人分享丈夫,我那种想法是错误的。 现在我早就知错了,我不该觊觎王爷,不应该伤害你。 所以,我也没有脸面再待在黎王府了,更没有脸面享受黎王府的照顾。 我已经决定了,等你们走后,我就和精巧离开黎王府。 我要自己去谋山,不能再依靠你们了。 月莲,这世道这么乱,你们两个弱女子,如果不待在黎王府,又能去哪里呢? 王妃,其实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南越,不过您放心,我不是为了王爷,我早就放下他了。 我就是,就是觉得你们都很好,我不想离开你们,不想和你们分开。 真的,你想跟我们去南越? 是的,我知道我不配有这种想法,可是,可是我好舍不得凤儿他们,也舍不得南风和星儿。 我也很喜欢你,所以,想一直跟着你,哪怕只是跟在你身边打杂,做点小事情,我都很开心。 其实,我也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去南越,到时候我们好照顾你。 我只是,怕你过不了那种日子,才不想让你去受苦。 姐姐,其实我从小也是苦过来的,那种日子你们能过,我也能过,有你们这么好的朋友,让我在哪儿我都很开心。 那好,你好好准备一下,和我们一起去南越。 谢谢姐姐,那之前的事情。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? 之前的事情,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,也早就忘了。 喜欢一个人呢,很正常,你也没有错。 现在我们已经说开了,你就不要再有心结了,好吗? 嗯,好。 只要姐姐不怪我,我就安心了。